依依三句媽媽,主播一句,製片停職。 這段網片懷疑是溫州高鐵出事前依依叫媽媽。 央視主持啟明句句講出人民心聲,但有傳這段話,搞到製片被停職。 究竟慘劇懸空是什麼?新上任的上海鐵路局長昨日公布, 訊號設備在雷擊校故障,由紅燈錯轉為綠燈, 但值班人員沒有危機意識及時阻止。 南方周末就引述鐵道系統內部核心人士說, 兩輛列車出軌前,最後停留的永家站前車D3115停在永家近半小時, 而原本不停永家的D301亦停留。 職員人手操作之下,只要求D3115萬駛。 但沒有要求尾除的D301減速,由於訊號故障, 加上兩輛車太接近,列車的自動防護系統又失靈, 終於搞到兩輛箱撞。 中國新聞周刊就質疑當局最先提出的雷擊說法, 說單單是雷擊,列車不可能追尾狀, 突顯中國發展鐵路,但技術及調度管理都不成數。 到開天窗,頭七插中央。 昨日是撞車慘劇死難者的頭七, 很多家屬及街坊都去露製和獻花。 他不敢說,但內地近百份的都市報就非常勇敢, 上海青年報頭版,只是登了溫家寶到場鞠躬的照, 和出事列車的編號。 大膽的南方都市報就更加用真相就是最好的紀念為題。 評論員說,今次千呼所指,在近年特大事故中刊見, 相信是因為中宣部下的指令很曖昧和模糊, 但就感嘆中國的媒體其實是帶著腳撩跳舞。 而昨晚,香港亦都有悼念活動, 30多人在中環遮打花園集會, 多位立法會議員亦都有到場。 他們呼籲市民響應,內地的包圍車站行動。 記者賣相發死人才,網民鬧。 去死啦! 報道事實真相是記者的責任, 有沒有錢都是這樣做的啦。 但他就不是這樣想啦, 混咒晚部攝技余逸千, 連日來追訪撞車慘劇。 這幾張美照都是他拍的, 但他早幾天竟然在微博公開賣相。 報紙封面就五個, 雜誌一千, 全部半版計, 整版就雙倍, 獨家就三倍賣斷, 沒有價格。 那麼糟糕,當然是被人罵爆啦! 他根本陪不上記者兩個字, 唯一陪得上兩個字,就是去死呀! 如日千已經關了條微博, 不過有常新聞在內地這麼普及, 相信還有很多人像他這樣做。